大家好,又到了我赵总领论发时候 今天要和大家谈谈普京,南非的事情 大家知道之前很多传言,是吧? 教授你好 你好,欧老师,各位网友们好 是,普京这件事就很奇怪的 之前就说好像金砖五角的会议邀请普京 但是之前就说没事的,我们不会拘捕普京的 然后有传闻说,不是啊,南非又说考虑普京有关法律的选项 然后到现在又说,不是啊,我们还是要邀请普京过来的 那么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究竟其实普京去到南非,我自己觉得没问题的,是吧? 那为什么要搞这么多事情呢? 是不是真的,就是南非真正在考虑要中国去举办这个金砖峰会呢? 就是我不是很清楚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因为很奇怪的 所以我问一下教授就最好了 因为这个牵涉到有一关一些法律上的问题 大家知道那个叫国际刑事法院,叫ICC,是吧? 就是这个通緝,所谓的 教授,可不可以解一下话呢? 帮我手 解一下? 不是太客气了 我们也是从我们的观点去看一些大事的时候 可能会有偏颇的 ICC,我们曾经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那时候就是普京去到ICC成国就会被抓了 我们也分享过呢 在那一条片里面我们讲过 就是即使是这个敘利亚当时的阿萨德 是要路过这个土耳其的时候呢 土耳其都没有执行当时ICC的命令 因为每个国有它的弹性 所以也在这个层面上我不觉得 即使是普京真的出席南非这个金砖的会议 我不觉得南非会执行这个 这样的所谓第二步令 因为很直接的就是 南非是站在新兴国家的行列里面的 第二就是 始终又有一个先例 先例就是阿萨德 就是敘利亚的头 路过这个 当时它已经是有拘捕力 要拘捕它了 应该是去土耳其 就是路过土耳其 土耳其没有抓它 就是说根本就不代一回事 在每一个成员国里面的执行 是一个成员国本身的自主权 这个ICC是没有一个执行的能力在 上一次我们也说过 也因为是这样的 只不过一指空文也可以 一指公文也可以 现在是否执行呢 是相关国家自己的事情 就是相关的成员国 ICC参与ICC这个组织里面的 成员里面的职责意义 美国也不是成员 中国也不是的 所以问题就是 这个组织有多大权呢 大家都不用我说了 大家都有限 也因为是这样 刚才俄罗斯你说的 现在不同的传闻 正正这些传闻 有多少是言言呢 我跟你都没分得清楚 我们没有能力分清楚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最主要就是大家都清晰就是 普京大帝 採你都傻了 就是它当前 现在它在俄罗斯国内的 威望声望 如日方中 而俄罗斯的经济 不是倒到好像 美西方国家预期那种情况 而且更加可以说就是 非常之有可能 在经济和中国合作方面就是 今年的成绩 不会比去年差 可能更上一层 等下时间 阿老师 我就觉得这件事 其实跟大家说过的 这一间 就是这个所谓的法庭 就是没有意思 所谓的法庭 那其实你有没有足够的能力 可以处理到这件事呢 就是你说要通緝 那就要动手 要找人去逮捕 那其实 就是我们之前见到 小马可思 去到美国都没事的 那今次传这件事 我觉得是一个政治角力 就是实际上 说南非是不打算去举办 这个金砖五角的会议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闻出来呢 因为大家知道有很多文宣 是会 就是处理 做这些的 就是带个风向出来 给大家去讨论 觉得好像普京 就令到很多国家 就很麻烦 其实真正的麻烦制造者 就是美国了 而这件事 由南非的某些官员指出 有这样的事 大家就 我觉得当一个笑话 在这里听着先 因为第一 事件还没发生 8月22日到24日 才在南非的 约翰尼斯堡里举行 而且有关的时候 这个问题 只不过是一句说话 他的外长 潘多尔就说 为南非政府正在研究 有关这件事的法律选项 总统拉马福萨 就表明南非的最终立场 那最终立场是怎样的呢 就是请了普京来的 你这个是我国家内部的事 你是什么单位 你可以影响到我的决策是怎样的呢 美国都可以随时去修改 我觉得你小马烦斯没事 你过来我去市场问 是没问题的 但是小马烦斯 在美国是大罪之身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呢 我觉得这件事是一个 如果南非真的这样做的话 就会是一个国际笑话 等于你所有的 是不是要控罪 或者要不要缺谱一个人 你是掌握在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的机构手上的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 其实这次呢 我们也看到普京早在一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南非邀请他 要出席这个会议了 所有金砖国家都会出席的会议 这次会议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现在我们看到手头上的资料显示 有20多个国家都是想加入金砖国家的 就是这个系列里面 因为第一可以借钱 第二的时候大家交往做生意 都会快乐 那为什么不加入呢 跟美国做生意根本没什么好处 有些记者说真的 不是自己的本国人 很多时候都是亲西方或者亲美 或者是美国派过去做事的人 虽然他是那边的肤色那边的国籍 但是你有双重国籍 其实这个很正常 所以这件事我就自己觉得 有关这个峰会 只是希望制作一些负面的声量出来 令到这个峰会 就转移了焦点 去减轻了大家想加入金砖国家的 这个议题上高 令到美国觉得难堪 我自己个人判断是这样的 教授 你的看法如何呢 我有少少不同意 你刚才说的看法 因为我会觉得 非洲现在 因为跟中国的合作 和中国在非洲十多年以来 整个非洲大陆 更早点跟坦桑尼加 几十年前 现在整体每一个国家 在非洲都跟中国建立了关系 所以南非没有理由 会不欢迎普京 但是美国最近在非洲做了 有少少动作 而令到南非 是必须用一些 虚拟委蛇的方式 去应酬一下美国 他们的影响 他们的影响就是通过 非洲当地的一些跨国公司 这些跨国公司本身就是来自欧洲和美国 所以不多不少要给面 所以问题就是说 和他做一些政治方面的表演 其实一直 南非是不会放弃 和中国 和普京的 大家可能会记得 南非曾经和中国 和伊朗 如果没有记错 和俄罗斯做过军演的 所以基本上 用这个方法 用我们看完这一部分 另外就是 非洲联盟 或者我们叫做大非洲主义 开始就是在推动的 就是非洲一家亲 所有国家 整个所有非洲的国家 都是一家来的 用这个方式去平衡了美西方 个别国家 在非洲通过他们的跨国公司 是担着个别非洲的经济命脈 所以也因为是这样 非洲 以南非等 这些比较发达的国家 为首 是很希望 和中国联手 配合中东 以至中亚 去推动一个非洲独立自主的政策 也因为是这样的时候 今次我会觉得 南非自己国内向外放风 是暂时给美国一些面子 听它有一层化妆品遮遮丑 是这么多 即使是媒体要造谣 都是点到即止 所以我这一点也有点不同意 其他完全不同意 这一点也有机会 教授说得很有道理 我自己觉得 因为国际之间的博弈 没有我想象的这么简单 你都要避免给老美 要不然它在这边搞一阵 就实在令到大家很烦恼 还有的时候 美国正在和全世界都会 威逼 没有理由的 威逼 你一定要听我说 我不听你说 又好像不行 用不然你再搞我多一点 所以今次的做法 应该都是 教授所说的机会率 就大一点 是纯粹给面 制作一些话题出来 让你觉得 我做事了 做了事了 你到时候邀请他 没办法了 已经成为世界新闻了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 国与国之间的博弈 是很严重的 大家真的要了解到 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合作 永远都是谈谈打打的 未必就真的 好像大家所见到的 就是平时有人交往 就是比较直率 yes 就yes no 就no 但是的时候 对于我们 就是国家之间的交 交换的条件和合作 就不是这么简单的 大家计算的利益 是尽量计得正确一点 怎样才对自己国家有利 这点才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南非是吧 就是自从这几年里面 就是这十几年 不知几年了 十几十年来 对中国和中国的交往 是的确令到南非的整体的政府 是变得很不同的 还有的时候 可以看到各方面的贸易 就是在国家的稳定上高 老美的插手机会就小很多 所以我相信南非会选择的 是吗 教授 是啊 因为我还要记得 就是美国还有很多的军事基地 在非洲的 是 五个人说 如果真的要动起舞上来 都挺是的 但问题就是 始终 今天的非洲 已经不是色列的非洲 非洲人想法的方式 已经完全不同 他们看到有中国这个靠山 所以非洲本身 也是一带一路 抢起一个非常重点的地方 因为非洲本身 有很多资源 中国是需要的 但是呢 非洲的政局 每一个小国 有时候五十四 我们是五十二个国家 其实是很难去 替他们统一 成为一家 所以那个 非洲一家亲 这个概念呢 是需要推动 但是不是今时 不是今时 三年两 应该不是三四年 或者十几年 可以做得到的 是需要不同的博弈 那就 当然啦 美国怎么会那么轻易放弃呢 始终都要在那里玩东西 也是去回到 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说 不多不少 给一些涂脂抹粉的 胭脂水粉钱 是不是 这个全都需要 给化妆品 化妆品 涂脂抹粉 胭脂水粉给他 OK 非洲有五十四个主权国家 刚刚看到的资料 是的 多谢教授 那其实的时候 有关的整个情况 各地方面 是会继续做的了 大家拭目以待 那会不会听话呢 没什么可能 会再听到美华 这个我个人自己的研判 好啦 今天时间差不多 那就多谢教授 和我们分享 好吗 南非那件事 大家留意一下 后序发展会怎样 总之我觉得金砖 国家的这次确容呢 是对世界每一个国家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 非常同意 是的 有着数的嘛 一带一路 是不是 战略合作伙伴 背后的金主又多了 你看 沙特也有加入 亚联益也有加入 是吧 那大家都需要用钱的 但是到时候 会不会再用美元呢 我觉得人民币就是主要交易货币来的 不知道印度可以不可以 不知道 不用美元就行了 不用美元 但是用什么货币呢 很重要的 你没有理由用你拉 又没有可能用奴笔 是不是 印度奴笔 可以人民币是有一定的分量 但是就是 每一个 中国和那个国家的本币交易 是一个令到对方心安理得的做法 因为始终中国 都是需要在不同的国家里面去做投资 等等 是啊 没错 这个绝对是 所以的时候 现在经济一定会好好发展的 今年虽然有点阻滞 不过我们一向都惯了说的 五穷六拙 七翻身 好 今天时间到这为止 多谢教授 好 多谢邝老师 多谢各位 拜拜 最后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要订阅大卫长的频道 不是 教授的频道先 接下来订阅大卫长的频道 顺便 留言 点赞 分享 看广告 那就是大家的支持 拜拜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